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视频分析技术的摄像头 可实时监测五级班让轻轨列车站的情况 一旦有乘客进入轨道 系统会及时发出警报 业者表示 每年通过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侦测到约五名进入轨道的乘客 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轩博士 为新系统揭开帷幕时说 保障乘客安全是当局的首要任务 五级班让轻轨列车的13个车站目前都没有安装月台平门 因此SMRT选择在这里启用新系统 以便为乘客带来多一层的保障 那么公司接下来也会继续的评估系统的表现 并在必要时做出调整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庆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